美食不受騙 吃貨請閉眼 大家好 我是老白 在北京第三天我給您怎麼安排呢 今兒跟您聊聊 昨天我們過了這個青春之旅 那今天咱就得來點低調了 那您整個文化之旅 昨天晚上喝酒酒了 家人起來難受啊 怎麼辦 好 沒事 不要緊 早起天早點我給您安排 來喝豆汁去啊 別喝了 別喝了 試試呗 很多外地朋友對這個豆汁感覺很神秘 就這樣試一下到底是自個兒能不能適應你的東西 好酸啊 當然沒關係啊 他說你受不了也正常 人家店裡賣猴鞋這個其他的早點 吃飽了 但是為了接下來今天的文化之旅 五壇八廟聽說過吧 要天在那邊轉一圈 看看百樹啊什麼神月鼠啊 這個鬼門關啊 都轉一圈 轉一圈之後呢 前面還有仙東壇呢 為什麼安排您在這兒轉呢 一個呢是看看那些餐廳古墓 靜靜心 然後長著文化 長著這個氣質 最重要的是過完了以後中午啊 叫炙子烤肉 香味一千塊出來了 口水跟著這流啊 文池就是為了我們有餘來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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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吃一堆咱還在這體力胃上呢 因為我公不得啊 您不能一人來不得啊 要不帶著媳婦的啊 帶著孩子的啊 帶著父母的啊 是吧 下午對被孩子安排一天啊 對吧 吃完烤肉之後 咱們奔哪啊 北京動物園 北京動物園的海洋館啊 就是去年 帶孩子玩一下 我還得特高興 動物園逛完了之後 給您安排晚飯的地兒 晚飯吃哪兒 我們視頻裡 第一個全好評的那間 白葵啊 外皮是非常酥脆的 但裡邊是煮的特別嫩 自己一角還有點汁 肥瘦相見 肥而不膩 好吃 要是這種肉不簡單啊 絕了 白葵吃完了以後 現在回家還早怎麼辦 沒關係 晚上給您安排點文化活動 長安大學 聽會兒京劇去 啊 活脆啊 人不喜歡京劇 或者孩子不喜歡什麼 沒關係 咱有話劇 周圍很多 人藝啊 劇場啊 小劇場啊什麼 還有這種民間的小劇場 也好多 聽完美滴滴的 我給他接著睡 轉給你的朋友 他會比你胖十斤哦 這麼醬糖火燒開瘦了 難道您就不想來點兒嗎 好